治疗鼻痘炎的药物有哪些? 徐大道,耳鼻咽喉头颈外科,副主任医师 治疗鼻痘炎的药物,我也给大家讲了 那么最常见的药物就是鼻喷剂 鼻喷剂我们说有生理海水 各种厂家的生理出行的厂,生理海水 还有基础类的药物,基础类的喷鼻剂 还有抗阻瘟类的喷鼻剂 那么口服的药物也有我们就是说 我们中层药,还有西药 那么各种各样的鼻炎片都可以 对起很好的治疗作用 那么又治疗鼻痘炎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要按时的服药 那么这个服药呢 我们鼻痘炎的治疗 它不是三天两天的事情 它是一个长期的治疗 一般我们替鼻痘炎的治疗 我们一般的治疗最低时间都要一个月 那么甚至两个月和三个月 所以说每治疗半个月左右 都要到医院来服诊 那么医生根据你治疗的效果 还重新调整你的用药 那才是科学的 不能在家里一吃吃了几个月 都不到医院来看 那是不对的 专家提示 一 治疗鼻痘炎的药物 最常见的就是鼻喷剂 如生理海水 激素类药物 还有抗阻案类的喷鼻剂 二 口服药物就是一些中程药 它是一个长期治疗的过程 要电锡复查 对 对 对